兩岸一家親,咱們一家人 但是你給臉不要臉啊 會幹爆這個美國老巫婆 我還會海扁你這個吃裡爬外的狗兄弟 這一切都是佩洛西這個巫婆逼的 她是一個對中國很仇恨的女人 也是為了自己目的不擇手段的女人 她只會給台灣帶來災難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佩洛西是誰好了 美國議會的議長 一個長期反華企圖擾亂中國的老巫婆 台灣很多人搞不清楚狀況 以為那個美國老巫婆佩洛西來了台灣以後 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太搞笑了 台灣它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這不是世界大戰 這是中國的內戰 台灣人現在所以為的和平 那都是因為兩岸是同胞 所以大陸才願意與台灣和平 但是如果真的一旦中國還要再打起內戰 懂不懂 是內戰 佩洛西來一趟 直接挑的兩岸被迫動手 加上瓜瓜菜山峰點火 搞不好個好好的台灣 就被帶到萬劫不復的境地了 很多娃娃現在都閉嘴了 因為大陸雖然什麼都沒說 但福建沿海都在演習 台灣人卻好像不知道事態的嚴重性 戰火是不長眼的 而且戰場一定是在台灣 大陸被迫動了手 台灣到時候面臨的災難 炮火連天 屍痕遍野 血流成河 滿目瘡痢 家園被毀 可是自己卻什麼都沒有撈到 還成為了別人的炮灰 中了無恥政客跟美國人的軌跡 也感謝瓜瓜黨的作死 不然大陸都沒有機會下手統一 還想著跟台灣是同胞 能和平解決最好還是和平解決 但是台灣人你呢 瓜瓜黨作死 所以我們要給瓜瓜黨陪葬嗎 誰家裡沒有父母 孩子 誰願意上戰場給瓜瓜菜當炮灰 替他去死 台灣人你可能看不到大陸的新聞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福建的前線已經在準備了 大量的募集血漿血小板 我來替娃娃們翻譯一下 現在是什麼意思好嗎 那就是 大陸從來不惹事 但是也不怕事 也想和平 也想和你好好談 兩岸一家親 咱們一家人 但是你給臉不要臉啊 你今天硬要開門讓那個美國老巫婆 進來我的家門裡拉屎 是你逼我的 你只要敢這麼做 我會幹爆這個美國老巫婆 我還會海扁你這個吃裡爬外的狗兄弟 大陸從來都是想跟我們好好談 想跟我們作為同胞兄弟 親如手足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了 這一切都是 佩洛西這個巫婆逼的 她是一個對中國很仇恨的女人 也是為了自己目的不擇手段的女人 她只會給台灣帶來災難